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上希飛馬的節目 哈哈哈哈 我終於100%入P了 是的 你終於兩隻都入P了 恭喜恭喜 喂 你說重片的 14 元 自己說起出幕外的呀 神經病的 怎會想到的24元 應該是多少錢 其實我覺得 因為最後他的 Winner 來到11元 18.5還是11.5 承出来有24元也算是这样升水 还有孖寶是有安卫奖的安全线 所以其实你二川一赢就没有孖寶那么大数 但是孖寶反而高水 我虽然知道那些人买赛的案真的疯了 或者自己都买得很重 你好像这一注是你跟我私下说你今季最重的一注飞 那都是几千元 那就恭喜恭喜恭喜 但是叫做赢了一点 坦白说你说想追回今季输了的钱也没什么可能 你今季输了金吗 鬼鬼都输了金 不是吧 我就刚刚埋完钱 我现在今季还赢五千多元 你的问题是这样 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喂你这码这么准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不怕我们回房子 你就是不行 我这样做节目而已 这些东西没有东西 我是很败默地承认的 你会赢钱而已 而且你上次也说过一个问题 就是你写下来的码自己又买一下 不然很对不起自己这支笔 我是很负责任的 就是我写了三年多以来 我是不会写一只码自己不买的 OK 还有我都发现今季 为什么我都到现在为止都是正数 就是认识了博士 还有看赢跑台有时候有些懒本是给到的 都中过几次 多谢赢跑台先 在这里特地多谢赢跑台的直播 好还有一样东西要带一带的 这本就是《太陆十字劫》 就是大师的最新作品 情节超级好看 大师也做过一个节目 就是高级 就是很惨 我看到这本书 我最初买的时候是大本的 原来他将它由四本拆掉到八本之后 这个是这么骨子 这个尺寸很方便 还有小时的武俠小说就是这么大本 这个很复古的感觉 其实绝对不能让它卖不出 然后影响了将来不出 那我怎么看呢 还有五期而已 这个是三本 因为会出八本 而且在尾段大师会有大幅度的修改 你都期待 我超期待 虽然我只是买电子版 那也要买的 原来实体盘这么漂亮 大家看看他的目录简直是超级精彩 你没见过这样的目录简直是经典的 这才是经典的 这个目录是经典的 有这样的目录 是的 好了 我呼吁大家 如果是亚洲电视的佣人 或者支持大师 去书局买一下 让货子动一下 让书局多拿一些书 对大师很有帮助 多谢 虽然是上网买都可以帮到他 是 但其实我觉得实际的买法是去书局买 因为其实你作为一个出版人 你出了一本书 书局不帮你拿 你其实站在那里 是啊 比较麻烦一点 那上次杨熙你就在哪一批 入了 我就香了 合火年代龙赢尽天下都不知道跑什么 两只都混吉 希望今天就好一点 其实时时星彩都熬得很痛苦了 说真的其实他应该都下班了 那我就 今次就到智利马王搞定 上次就给一个 其实你是这样看的 我回家反思了很久 到底这个勇战神 他是不是一只值得的遮打杯头马呢 这样计算 以前如果你说赢完打比 再赢遮打杯 或者打比跑得好 然后再跑遮打杯 就已经是马王级的水准 而看回这些勇战神区 其实在智利 智利的时候 应该是三贯马王 就是2000坚里 和之后那场2000 和那场2400 一只智利的三贯马王 其实来到香港 他跑打比也是跑第二 还是跑第三 那你当他跑第三输得近 然后你当他是打比 其实老实说 我觉得那只白心省 有点偷鸡 偷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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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勇战神区就是 就算了 你没有买到 我没有买到 我没有买到勇战神区 有买勇战神区 那我赢了 就是没有买勇战神区 不过其实账王 然后有苗莉得游 莫雷拉就走保了 你都说了 大赛就跑了 正式进入季尾階段 还有什么呢 其实现在只剩下水尾的 什么狮子山禁标 精英碗 之类 今季的大赛就结束了 现在说的大赛就已经 剩下的就是追溯阶段 希望你能追到 没可能的 所以我决定不追溯 不是的 你这样的妈妈 正所谓这些事情 很圆的 你不可以追的 你越追就追不到 你不追就可能 就会退下退下 退回一些给你 就好像张灯杰彩那样 你追什么呢 要说了 今次出之都放了 出之都放了 去到直路还在头段 但是当然他转弯也是很呆脸 接着就真的放了 但是最后8米就骑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骑 我看史卓锋人 其实他也有的 有的 因为其实看回 他是 首先跑快已经有诚意了 你看回史卓锋那天 和赛汉一来一半那只 十几倍 所以我那时候也有多点信心 又买多了一点 你有买张灯杰彩 是啊 那结果我看见他荒头 我已经想着 荒头很开心 已经做了一个诚意的一果 行不行都算了 到最后还是差点了 都是差点了 都有骑的 又不是骑得很猛 我想史卓锋都看见 这只马帽 不是骑得很猛 那你作为马主 你又不希望是骑给你的 是是 但是证明了一样东西 他可以放在前面 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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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用呢 有没有机会今季摆到 不知道 其实无所谓 我们只要他肯服在香港 因为其实英国的步速 和香港的步速始终有太大分别 你在香港证明得到 你有前速可以放在前面 就已经很好 你将来看什么时候用我们 真是看着陪特尼卡会 是 希望总会赢回一张 但是那天最恐怖也不是这件事 最后最恐怖 在这里呢 你又准备了潘顿揹锅 是 其实呢 你真是看回 不是潘顿揹锅 潘顿揹锅 也有一只时景在这里 是 其实是罗虎传揹锅 为什么呢 罗虎传那天就是这样的 头场已经有好主意 给莫雷拉跑 是 之后呢 潘顿揹锅了一只 什么呢 潘顿揹锅了一只 什么龙腹象 什么龙腹象 是 还有一只 莫雷拉再骑了一只 竞毛鼻 总之呢 莫雷拉和潘顿揹锅 帮罗虎传骑了四只马 四只很大热 或者是炎门 炎门就输了 输了27个马 是 加上 是 但是偏偏逍遥区就赢了 嗯 真是神经的 我记得第五场的大热门 那只是什么呢 正本开心 是 搬到大热门 有主意正本开心 跟着是竞毛鼻 竞毛鼻 竞毛鼻不是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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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只黄龙腹象 四只加上输了27个马 跟着你赢了一只逍遥区 我真的觉得很过分 还有它的输法是怎么输呢 你有主意放头输 我都不理你了 竞毛鼻我觉得都跑了 竞毛鼻都跑了 竞毛鼻都跑了 喂 你那两只在里面塞鬼了去 你什么意思 真是 就是看到人很眼冤 然后看到大热门在外面 上次潘顿 我当然赢了很多钱 大热门不知 在外面 突然过去 什么意思 你真是在里面 真是 但是就潘顿就说到背痛 那他说了 就是他自己打了头盔而已 如果有得赢 想著你這樣走法行不行? 那方制3Win,蔡宇漢也3Win,拋離了沈集成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因為打和 蔡宇漢65Win領先住,方家拍的62Win 方家拍就有平頭碼,所以計算半場 蔡宇漢也有平頭碼,計算半場 蔡宇漢、羅庫全都是56Win,呂建威是55Win 蔡宇漢165Win,看來也沒有什麼原念 看來其實之前也做過的 蔡宇漢其實還有多少子彈還沒跑 多啊,即是包括障礙結彩 還有金光復星 金光復星,如果可以按按按鈕 還有的,星期日已經按按鈕 有,看看星期日,如果星期日蔡宇漢再有頭碼 今季也沒有原念,因為實在太強了 還有星期日又有道很恐怖的東西出現 又有神器飛馬 大家留意了 荒仔這次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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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實在飛馬沒有這個詞咒 星期日賣下次 星期日就出現 這次我們會買荒仔拍 因為下次不贏 可能這次贏得多一點 好像第一場是你的 第一場不是,你先 我先,我第二場 我是選了,我選了第三場和第四場 OK,那我先 今晚,即是明晚的法律局夜馬我選了第二場 我第一次喜歡的馬就是榮彩大道 大家都看到了 明晚殺星震天那個人叫徐宇石 電信三寶 三個電信馬都出場 那我就貼了一隻,你也貼了一隻 於是我就打算有自己人配合 那我覺得第二場有隻馬又飛了 二場七號馬,榮彩大道 那現在的賠率好像都五點幾倍 前門來的 我先補充一下 第一場有馬退出,納德嬌退出 勝出魅力保障半步 第二場呢,榮彩大道五倍 五倍,今天十二點開飛的時候五點五倍 現在你落飛,明天也是熱門來的 那我們看回,榮彩大道在四三四的場市 跑了一千米,由潘明輝後上就跑第一 那個當然很遠步 那次就爆到驚天動地 那隻馬呢,那次是贏了三十一倍 只不過是浪費一倍,我們這些不太冷門來的 是,那接著就跑了五、二、七場呢 就後上第四 那六零五場就配田泰岸 增程千二米又是第四 那兩次第四呢,其實你看看 那個檔位都是排外檔的 那今次呢,就撿回一個內檔三檔 那我就搞定了,這個 換回贏馬騎斯判明費上去 換回贏馬的賠率 那明天就配合,希望不要騙我了,徐宇石 那既然徐宇石是動手的 那我想作為兄弟的,葉楚行都會配合一隻 那更加重要的是這場第二場呢 田泰岸就會站一個徐宇石的 有苗頭,大熱門是吧 有苗頭就忘記了,十七倍 對不起,說錯了,看錯了 那沒什麼關係 那當然了,這個就是,你有徐宇石 你要有關葉楚行 是的,拍跳也積極的 那今次就,我選擇榮彩大道 第二場七號馬 那希望明天中的賠率會再好一點 不過如果這個賠率維持在這個賠率都 那我補充這一場有兩隻馬 第一隻就是三號偉大的蕭逸 那這個蕭逸其實之前已經試過有一次追得很厲害 四五七場次的 就追每天漂亮,喜盡之星那些 於是我就買了兩三次了 那也蠻大的 但是這次不同 這次因為他初落五班 那我就除了交叉被沽他 而我剛剛做過小偉達的數據 偉達贏了29隻馬 只有九隻馬是贏之前那一場有批 即是他全部都是要隔鎖 或者是突然之間出現 那他今次已經隔了三場鎖 還要隔三場之前那一場是第四 那你要拖一拖五倍的榮彩大道 拖這些,這些僑逸的一倍 僑逸現在29倍 這場的大業門是中覆者 我搞錯了 然後當然也有我的外區飛翠 你的外區飛翠 我想問你 即是將我的飛翠變成飛翠 他拍了兩貨 一貨草襲 千八米草襲是單挑的 一個是魯窩子廣 兩貨快功夫 即是何良些馬是現在不太多做這樣的快功夫 所以飛翠現在有八倍都拖了 如果大家買就買七拖三十一 這個監聽耳筒漂亮不漂亮 我現在監聽一下我們因為收音 對呀 這個監聽耳筒很漂亮 大家又要帶貨帶一下 現在收到所有聲音 監聽完 保證我出街的陰質 對呀 不會失敗 好 接著我介紹完到你了 好 我介紹完第二場 介紹第三場 7號接觸 大家看到這三個 大家的回憶都回來了 天狗 當然天狗之後很久 沒怎麼有好馬 我想這三班是挺好的一隻馬 其實你看到他對上的三場 一場跑得近 一場又輸了十一個馬 再一場跑得近 再一場跑得近 一場跑得近 是否表現得不太連貫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他中間夾著輸十一個馬 那一場跑田草1400米 其實那兩場跑得好的 都是跑谷草1200 其實那兩場又追得好 谷草1200米追得好 這次跑1650米 抽過六檔 其實就更加好跑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就是你其他 因為這次塞車的機會比較少 因為只有十隻馬 我覺得單憑這個 方家柏欠冠軍 有六檔 因為他踏入2021年之後 他都沒有抽過這麼入的檔位 寫到八檔 十檔 十檔 十二檔 所以有內檔 有何宅堯 有方家柏 還有追細 我就買這些節奏 賠率呢 賠率有的 這隻不是大二門 大二門是健訊巴彈 三點九 這隻也有五倍 又是五倍 明白明白明白 OK 好繼續 不錯 我是第六場 你呢 你是第六場 我是之前 講完第三 講第四場 第四場 剛才你也講過 電訊出三隻 電訊火箭 電訊巴彈 和電訊超巴 我選了一隻電訊火箭 你選電訊火箭 選一隻填飽音的馬 如果大家有印象 這隻馬是剛剛上個星期三跑完 上個星期三 大家也記得 莫雷拉 贏五場 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 就是全部馬都是放頭回來贏 你一定要放頭贏 那隻聲勢那天都跟到很前跑 但是這隻電訊火箭 在外面 衝出來追 輸了一個短頭 你看到最後那幾步 真是挺恐怖的 這次用了田泰鞍 你就當上次已經熱身了 隨意小一點馬都可以搏 搏 搏了今場 調轉槍頭 我都買了田泰鞍 這次 對 一對 要上第四場 三號電訊火箭 我們之前沒有配合過 我選了第六場 三號電訊超巴彈 哈哈 好了 我們之前沒有配合過 之前沒有配合過 對 沒有配合過 那就是三隻電訊馬 第一隻是莫雷拉奇 電訊巴彈 第二隻就是你介紹的電訊火箭 田雞劇 這隻是第三隻 那就是電訊超班 現在是田雞劇 那三隻馬裡面 就好像只有這隻 就沒有頭馬見過面 他都不停跑第二 是的 五六九場次由何摘搖 搞了萬摘 那個走位大家看到了 就最後衝上來跑第二 後追第二 那六二四場次呢 田雞出閘也是一般的 不過田雞也不會排 走到裡面的了 那就是只有第二 那連續兩場跑第二 那輸都是輸到 三個馬位 兩個馬位 一個馬位 如果三二一 是不是真的0 即是贏了這次 這次呢 就繼續田雞 好檔位了 兩檔 既然是說 又田家又盛又徐宇石 跟紅頂白 我要這隻 反正真的沒有交台 沒有頭馬見面的 那希望今次會拿到頭馬 那現在又是五倍 又是五倍 好像又是五倍 我就怕明天電訊真的成手去 但是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有些 怎麼說呢 電訊火箭4.3 蛤 電訊火箭4.3 那電訊 超班 超班呢 你不要說 現在拿到大燕門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感覺到 26元 不是吧 反而是這隻大燕門 真的考慮 我想這樣 它最後一隻來的 我都是有鬼的 這些東西 所以你不要這麼早 就寫著賠率馬 寫著 我現在真的抱歉 那我也不知道 I feel sorry I feel sorry I feel sorry 那就沒有辦法 證明我們這些 可以打清楚 是I say sorry 還是I feel sorry 我現在是I feel sorry 竟然是最後那隻電訊 超班才是大燕門了 二十幾萬 算了算了算了 不過我介紹了就算了 我們拉開話題 拉開話題 拉開話題 不行 拉開話題 好啦 既然我們都介紹了兩隻田雞的馬 那我這次就 騎斯王 我就奉合田雞了 這次就是有些機會 那這些安然要 我先說我的戰略 我這次會買騎斯王 不買田泰安的 差不多 其實最近的醫院都不錯 剛剛才起了我媽 既然潘頓背痛 唯一的對手是莫萊拉的 明天晚上 我看過巴道的馬 都有機會 但是不會惡 我想威脅不了田雞 明天會追一追田雞 另一隻 富六 那隻我要提一提 我會追多一次 因為我們每次賽馬 都有三寶環節 現在就是開始三寶環節 我會追多一次富六 巴道騎 明天晚上就有賠儡了吧 富六現在 富六我跟他講 有個利好因素 是嗎 12杯 有了 不個利好因素就是 上場沒有打擊 偉大是這樣的 偉大只有一半是有打搭的 他總共跑了78隻馬 有43隻馬 就有打擊之後再出過 只有20隻 可以再打擊 沒錯 我會追多富六三寶頭關 另外我會再買的馬 是無限商機 是 田雞 有局 一檔 有沒有這麼熱 你不要管 又抽一檔 69元 用完它 應該沒有可能不用完 上次怎樣贏 大家看到 這次又是一檔 又是田雞 看看田雞是怎樣 第一關 我富六田雞 有沒有補充第一關 辣神可不可以 辣神大熱門是潘頓嗎 是不是辣神 辣神 辣神58元 辣神58元 老實說 你問我 我覺得這場非常均勢 因為沒有哪一隻真的贏得 而上次武士精神 現在大熱門 37元 上次跑1200米 其實它是放到150米左右 所以 而且被人頂過在三碟 所以其實是幾難跑的 但是 這隻馬的天生問題 就是它永遠是 不太出閘 所以 還有一個穿山問題 它永遠都受人注視的馬 因為它的馬主實在太出名了 郭富城 沒錯 Leon 我從來沒有捕過這隻馬 我知道捕過的人有很多 我只可以這樣說 我會大膽 我會大膽放棄武士精神 和辣神 即是專注我的冷門 呼錄和無飯爽機 其實可以買一些冷門 因為你只有11隻 還有國河競出也不要不理它 國河競出 好 那第八場 有什麼想法 第八場 其實就沒有 我沒有什麼想法 沙王者為何這麼熱 真的是神經病 沙王者 我記得有一次 隨雨石搜尾關 我記得我買三寶 我買三寶的尾關 那個三寶我買了全餐 我到最後不斷大喊 沙王者 沙王者 為什麼 因為他103倍 因為那一場我買了 日日靚 好像 日日靚全餐 日日靚之後 好像是近節和別人跑第二 已經可以了 普通 跑第一個都可以的 10倍左右 如果這隻沙王者贏了 就發達了 但是受不了 玉色有運 其實當年他輸過 給玉色有運一次 有沒有可能五倍 現在 為什麼 綠色有運三十四元 他五倍 不是 你那條大熱Q 你現在說了一條 不是 但是那條很爛 今天有一點點下雨 所以我就在想 到底會不會出這些下雨的馬 但是下雨 記得買太陽威威 有很多東西可以買的 喜晉區也可以買的 其實本頓那兩次 就全部都入了Q 反而巴度那隻普通來 就有少許考慮 因為已經沒有什麼表現了很久 你買買英之星 不用說 一定搞 我都寫下來了 英之星是時候的 又擺蝕恩 又聖古靈精 有沒有要去 搞搞搞搞 如果你梁家俊 當然是直接 投入英之星 如果這樣就太陽威威 喜晉區 綠色有魂 沙皇者 加上英之星 太陽威威有十九倍 喜晉區五萬三萬 對 沙皇者五倍 對 好了 大家留意一下 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 現在連連王 巴度 高巴生 巴度 大熱門三十七元 那你想要些什麼 放不放棄呢 我倒數都是放棄的 嗯 很難贏的 連連王 還有我覺得連連王 即是潘頓才搞得到 連連王 真的比較難贏 正路 因為他有衝力 但衝力比較短 我想正路就要一隻財進 田雞 這隻都是機會馬力 四星三 沈雜成 好現在 好現在 現在69元 是啊 不知道 四星三 還有一件事 沈雜成 多貨雜 好認真 如果你說四平八穩 當然要上進之星 不用說 還有一隻辣馬 我會提供 飛霸龍 又是差不多 飛霸龍很厲害 大家不要誤會 2號 飛霸龍上五倍 4號上進之星 4倍 財進有7倍 每場馬我會選三四隻 3三四 賣3元 3元 3元 可以0元 明白 我會捧場 剛才品提的那些纜碼 大家可以看看 三個都要總結一下 可以可以 第七場要什麼 第七場我要 無限雙鏡 無限雙鏡 你呢 庫六無限雙鏡 我要過何景出 即是我們要80 11 好 第八場呢 第八場要太陽威威 起進區 英之星 和三王者 我補充起進區 2 4 6 12 第八場多些 第九場呢 第九場是飛霸龍 上進之星 和財進 財進 大膽放棄一隻連連幕 就是這樣 我們再綜合四隻提供的馬 第一隻 第一隻我提供 我提供這個 第二場的七號馬 榮彩大道 榮彩大道 葉楚漢馬房 潘明輝劇 是 第三場 第三場七號捷報 就是方家拍搭 何宅堯 嗯 然後呢 是不是我 第四場 就是這個 哇 很少買到這麼久 徐宇石搭田泰安電信火箭 我又是徐宇石搭田泰安第六場 大熱門 竟然是大熱門的電信超敗 好了 看看明天徐宇石會滑我們一盒 他就有很多馬 很多馬追落後 還有我們之前說過 其實徐宇石都很多季沒試過沒有30場頭馬 很平均的 徐宇石現在都25場有馬追 你看看那三隻 你看看明晚部署重手 所謂三隻電信加上其他馬 你看看那些賽職跑了幾個第二 很多第二架 很多人怕 其實他沒有30場頭馬 真是幾奇怪 你看明天那幾隻馬 那貴人不知道做什麼 有少少問題 不過算吧 我覺得是 運氣問題 用騎士沒有上幾季方便 運氣問題 你介紹那隻電信巴打 我也介紹電信火箭 但電信火箭你上次都差點贏 所以這次不能放過 還有電信巴打 你看看場地上次真的很不理追的馬 他都撲到上來 這一方面令我買 我想問你明晚來追還是放 明晚嗎 我不知 我現在看電信巴 電信超慢 你看不到的 因為如果他是兇的話 爪王烈焰幫他放頭 哈哈哈哈 如果明天是利放頭 那天上個星期 你怎會猜到爪王烈焰放頭 爪王烈焰放頭 也猜不到他會放頭 你看到他大熱門 你看到他那些很受歡迎 然後你便在想 為什麼呢 那天這麼利放 沒可能是爪王烈焰的 麥拉大了什麼 他就是告訴你 他大了他放頭 所以你沒得猜是放頭 最近利放頭 如果說利追 真是下氣了 臨場 大家可以看 我想起一個聖經故事 是五餅二餘的故事 怎樣呢 就好像拿著餅 即使他還會分頭 現在就在這個分餅階段 希望明天真的分餅 隨便吃 是呀 他肚子餓 他應該今季的成績 他不是很滿意 是呀 希望明天那三個電信 不會真的煽莫金 哈哈哈 唉呀 現在看看這盤子很害怕 小煮熱情 小煮熱情 不要 買三部 馬上賣三部 後面我們這麼多 我們提供越來越全面 原本每人兩隻,後來每人兩隻還有三寶 三寶是一個特別的環節 因為我喜愛玩的採詞 多謝你遷就我 祝大家好運 祝大家贏多些 那本什麼? 祝大家贏多些之餘 還要記住 買本這本小說 買本這本小說 支持大師 炭六壽之劍 記住 我們要刺激他書局拿貨的銷量 是的,讓大師的書在書局賣多些 這本真是好小說 多謝大家 希望贏多些 下次上期飛馬再見 拜拜